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三场主种杯的比赛 第一场是伯恩茅斯对莱斯特成 那么这场的特点是莱斯特成在客场挑战伯恩茅斯 作为英贯的组队 那么带着这个形象感会给人感觉 莱斯特成是比较厉害的 而在去年的英超当中 莱斯特成有时候也能打出非常强的进攻 比如说有一次是4-0战胜热刺 还有一次是4-1 4-1还是4-2战胜了维拉 也就是说他进4个球 在去年的时候 一战英超的强队能进4个球 莱斯特成是一个这样的球队 那么下到了英贯之后 目前也是排名在英贯的第一名 这个积分目前是78分 而伯恩茅斯今年是有所提升的 从谢飞联跟伯恩利还有卢顿上来之后 单位宝级的位置被他们三兄弟占据了 所以伯恩茅斯顺理成章 并且踢得也很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上升到了目前英超第14名的位置 积分是28分 那么主场的伯恩茅斯 他属于是英超当中 算是中下游的球队 那么在主场对战英贯的强队 这是有看点的一场比赛 有一个好处就是伯恩茅斯接下来在英超的比赛 对阵的都是弱队 或者说是比较比他更加差的球队 所以是比较顺利一些的 从整体的走势以及心态上 不用为宝级大战太过于纠结 所以整个心态会比较的轻松一点点 来打这个组种杯 想必会全力去打 而莱斯特成这一边 其实是有隐患的 问题就是 他是曾经1516年英超的冠军 莱斯特成从英贯上升到英超 直接拿了英超的冠军 那么今年回落到了英贯 他是不容有失的 对于莱斯特成来讲 英超才是最重要的位置 而不是说去争夺组种杯 所以莱斯特成可能会放 这是我们的一个预期 这一场是看好主场的伯恩茅斯 宝平真胜 1-1 2-1跟2-2 第二场是布莱克本队纽凯斯尔连 纽凯斯尔连最近的状态 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 但是纽卡斯尔连从上一个赛季结束 或者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呢 状态是非常厉害的 往往都是大格局 5-0 4-1 甚至有6个球这样的局面 导致到目前来讲 在英超的积分榜里面 纽卡斯尔连的进球总数 依然非常高啊 那么目前纽卡斯尔连是碰到了一些伤病的问题 导致到整个架构出现崩塌 那么进球也非常的困难 而这一场对战 布莱克本呢 当时是对战 太过于死拼浪打的感觉 所以这一场直接看好 慢城取胜 0-2 1-2跟1-3 好这就是今天 三场主总监的比赛分析 那么有兴趣获得我们 专属会员方案的呢 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客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